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挫伤是指钝气作用造成以皮内和或皮下组及软组织出血为主要改变的闭合性损伤 这概念需要解释一下 挫伤一定是外力作用形成的 叫挫伤 钝性物体 钝气作用 第二个 它损伤的部位在皮内或者是皮下 或者是包括皮内及皮下 这是第二个部位 第三个 它对表现是什么呢 出血 出血为主要改变 当然也包括其他改变 第四个 它是避合性损伤 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高度概括了 准确地界定了挫伤的这个概念 那么挫伤 我们的挫伤是皮肤人体最大器官 受到外力作用形成的 表皮脱落叫表皮叫叉叉 那么以皮内皮下出血为改变的 这种避痕损伤就叫挫伤 所以挫伤的概念是限定于皮肤的 那么是不是挫伤概念就限定于皮肤呢 这样也不是 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名称 脑锁伤 膝脏锁伤 肺锁伤 等等 甚至内脏器官的锁伤 也叫锁伤 那么按照脑锁伤 肺锁伤的概念来讲 那不是皮内皮下出血啊 这概念有矛盾了 所以锁伤的概念呢 不能仅限于皮肤 锁伤的概念就是指外力作用 对皮肤来说 是皮内皮下出血 对于食指内脏器官来说 也是结构破坏和出血的改变 比如说脑锁伤 是脑皮子结构的破坏 或脑食指内部的出血的一种改变 是外力作用引起的 这叫脑锁伤 肝锁伤 外力作用 打一拳踢一脚 或者是汽车造成造势 撞击等等 造成肝脏的背门下的破裂 背门的破裂 甚至食指内的破裂 这也是肝脏锁伤来的 外力作用吗 对性外力作用吗 造成的 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叫 是肝破裂 或者叫皮破裂 而不叫挫伤 这实际上是挫伤 所以说这个概念呢 广义的挫伤概念 还包括内脏器官的 一些损伤的一些形态改变 当然了 挫伤主要是 遁形外力作用 包括各种各样的遁形外力 比如说告对伤 交通损伤 跌落伤 枪弹损伤 都可以造成挫伤 那枪弹怎么造成挫伤呢 枪弹大家知道 不是也有一个 圆遁的边缘和皮肤接触 进入皮肤的瞬间 在它窗口边缘也形成挫伤 还有的挫伤是锐系可以造成 咱们说钝气作用吗 那你说这个斧头不太快了 皮木头的 砍进人体了 你说这锐系的钝气啊 它是锐系 它就不太锋利呢 它要形成 在窗口的边缘可以有挫伤 所以这个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那么挫伤 挫伤有什么形态学改变呢 什么样的形态有改变呢 锐上就是除血的改变 什么形态有没有 那除血不同的形状 它就不同的形态 那么锐上外力作用的部位 这个局部除血了 那么它就能表现出 外力自传物体 作用部位的形状 有些输送部位组织呢 可能除血范围比较大 很难以判断 自传物体作用的面的形状 这是这个 那么根据皮肤 硕上的概念来讲 主要限于皮内和皮下出血 那么皮内出血和皮下出血 也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了 部位不同嘛 皮内就是指皮内出血在哪呀 表皮真皮皮下脂肪 所以皮内出血是指真皮内的出血 那么为什么不说表皮出血呢 表皮没有血管不出血 所以皮内出血一定是真皮内的出血 那皮下出血是指哪呀 皮下输入结结组织 皮下脂肪 皮下的肌肉 肚隔等等 这都是属于皮下 那一般来指皮下软组织 或者皮下脂肪组织 一般指这个 那么皮内出血和皮下出血 这区别咱们明白了 那么人体各个器官 人体的这个部位的皮肤 各个部位的皮肤 它的致密程度不同 皮下组织疏终的程度不同 或者真皮的致密度不同 皮纹的方向走向不同 那么它的出血形态各种各样 那么这是一个图片 就是皮内皮下出血 这是颈部的一个皮下出血 那么颜色呢 有浅 那么这个颈部的血肿 影响了呼吸了 作为气管切开 那么这是一个阴囊部位的 受外地作用形成的 皮下的出血 形成血肿形成了 疏终组织部位 那么还有一部位出血 就是叫皮内出血 皮内出血 因为它皮 真皮内比较致密 出血 外地作用以后 出血局限于外地作用的部位 所以很容易保留下来 外地作用的 致上物体面的形状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推荐致上物体的一个指标 这是一个小腿内侧皮肤 点片上的皮内出血 自动上轮台插层所形成的 那么锁上可以发生内脏器官 刚才讲到了 包括脑心肺 肝脾 等等 那么它的表现形式什么呢 主要也是结果破坏和出血 那么内脏器官的锁伤 好多是间接外力 咱们讲皮肤的锁伤 是外力直接作用 直接作用形成的 而内脏器官的锁伤 往往是间接外力 比如说脑锁伤 你不可能把颅骨开开去打脑吗 造成脑组织锁伤 往往都是头皮受外力作用 颅骨的作用 然后和力的传导 造成脑皮质表面的锁伤 或者脑四指内的中心性锁伤 四指内出血 都是间接的外力 力的传导作用所形成的 比如说肝脏损伤也是这样 那么肝有肋骨内功的保护 受过外力作用以后 你是拳打也好 脚踢也好 机动车撞击也好 首先经过肋骨 然后造成肝脏的损伤 也是力的传导 那么锁伤有哪些法学意义呢 锁伤是在法学时间中 比较常见的 那么它的意义有这么几个方面 锁伤的部位是外力作用的指证 说明这个部位说到外力 无论这个外力能不能引起死亡 有的外力比较轻微 不是引起死亡 但是说明说到外力作用 你比如说 新天区打一拳 遭上皮下数学来 那么这人突然死亡了 那么新天区这个皮肤皮下数学 能不能引起死亡呢 并不能引起死亡 没有多量的外食血 它是必个性的损伤 那么造成心脏的破裂呢 还是什么原因呢 还是由于关系面发弱了呢 你死亡了 那你这种外力 它虽然不能指引你死亡 说明受到外力作用 可以作为一种疾病 或者是内部损伤的一种起死因素 或者就是处发因素 或者诱发因素等等 那就和死亡有关系了 所以说大家要牢记这一点 它是外力作用的指证 我们法医研究这个检查 各种损伤的目的 不单纯都是确定死亡因素 有些是涉及到一些赔偿问题 涉及到这个民善件的 包括这些死亡的诱发因素 的判定等等 第二个 醋伤本身是 生前损伤的标志 为什么说生前损伤 咱们说叉伤可以生前的 可以死后的 醋伤一定是生前的 为什么它有出血 出血就生后患 有血液循环存在 所以说醋伤一定是生前损伤 死后能不能出现醋伤呢 这概念就不符了 死后能不能生前损伤 死后没有血液循环存在 那受外力作用 能不能有出血呢 这就是巧合了 比如说丝斑的部位 它本身就可以有出血 你再受点外力死后变化 那是外力作用状态 那不是外力作用状态 所以这个死后形成的 醋伤 我们一般都不叫醋伤 就是结果破坏了 它也不发生出血 第三个 根据皮下出血的 颜色改变 推断醋伤的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皮下组织出血 出血这个出血就红一泡 什么叫出血干净了 出血就是血管内的 红一泡的血管外现象叫出血 这叫出血 有的同学答不上来 什么叫出血 出血就是红一泡的血管外现象 就血管 红一泡有的血管外 但不单纯是红一泡的 白一泡有的也是 白一泡伸出有的不叫出血 主要大量血里大量是红一泡 红一泡跑到血管外面去了 那血管是哪层的血管外面呢 血管分内皮 塔利膜 平滑机 外膜等等 只要越过了塔利膜 就叫血管外了 所以为什么有的这个概念 叫血管内出血 血管臂内出血 这也叫出血 这也是出血的概念 所以说这个血液 红一泡跑到血管外以后 红一泡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因为组织液里边 有的也可以吸收了 吸收的目前 吸收之前 所谓的红一泡要溶解 降解 分解 红一泡里面有什么东西 血黄蛋白 没有细胞核 血黄蛋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含着血黄素 打红素 打绿素 最后逐渐溶解吸收 所以它的颜色变化过程是 紫红色变为蓝褐色 绿褐色 黄色 绿色和黄色最后消失吸收 一般来说一轴左右的时间 根据这个颜色变化 大致上推断水上进入的时间 我们大家可能也有生活体验 这咳一下那碰一下 然后出血了化清了 然后清紫色 然后组织组织变绿变黄 随后呢 逐渐吸收了 那输血量多呢 形成血肿了 吸收更慢 局部很少量输血也很快 吸收了 大家都有生活经验很长实 那么我们看照片 这个部位 这是右大腿部的皮下输血 伤后第九天了 还有一部分这个颜色 这颜色发生这种黄绿色 还没有完全吸收 虽然是第九天了 比较疏从的部位 就不太容易吸收 第四个 硕上的意义呢 就是它有根据皮下输血的分布 数量和形状 推测犯罪意图和某些活动 第五个 根据所上 特别垂下输血的形态 皮内输血的形态 推断脂肠物中央面的形状 比如说垂肌 造成垂面那么大 物位的皮下输血 那么这脂肠物一判定 是垂面 大致是垂着造成的 树中组织组织组织之间的输血 比如说符合膜 残忍膜周围的输血 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 可以造成这个内似血 或者引起其他的这个 就所谓广泛软阻的损伤 出血造成这个击压伤中够症 胜功能衰竭等等 这是有关挫伤 第二种类型的 基本形态的内传这种损伤 第三个基本类型的损伤形态 就是创 创 那什么叫创 创是指脚大的暴力 造成皮肤全体肠或内脏器官 破裂的损伤 这个范围就广一些了 较大的 一定是比较大的力量 造成皮肤全体肠或内脏器官破裂性质 你说皮肤全体肠破裂了 皮肤全体肠指哪全体肠啊 皮肤指表皮真皮 这叫皮肤全体肠 这个表皮真皮肠都破裂了 断不连续了 或者内脏器官就破裂了 自己叫创 创由于各个不同的部位叫不同的创 皮肤上的创呢 由于自传物体的形态不同呢 有不同自传物体形成不同的 类型的创 顿器可以造成创 锐器可以造成创 火器也可以造成创 机动车可以造成创 高坠也可以形成创 爆炸损伤也可以形成创 总之创的行动原因多种多样 只要巨大暴力 巨大外力都可以造成 那么创 我们讲基本形态 它有最基本的结构 基本结构 我们讲创的形态结构 一定是这么一个模式图 大家要掌握了一点 创首先 要形成全程断裂 全程破裂 皮肤全程破裂 咱们以皮肤为特点 讲皮肤 皮肤的创 形成全程断裂 形成创 创的由于组织 有弹力显微 有这个机油显微 神经血管等等 受到破裂以后 受到外力作用以后 破裂以后 它要形成装口 扩张张口的状态 我们叫剁开状态 剁开状态 那么剁开状态 那么就形成这种创的结构了 那么这么一个创 这是平面图 这是断面图 泡面图 那么创的结构来看 我分六部分结构 一个 窗口的边缘 形成的这么一个口 这叫窗口 窗口 在侧本图上 你看到就是这个 看到口了 窗口 那么窗口 它正常组织的 衔接的边缘 叫窗圆 也就是这个部位 窗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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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它形成的夹角 这叫窗角 尤其这个是横端面以后 就看不到角了 这个端面主就看不到窗角了 那么这是从外观上来看 从泡面图 从内部来看 从这个皮肤 皮下组织上来看 那么形成这么大一个枪系 叫窗腔 那么窗的空隙和正常组织 这个临界的部位 叫窗壁 那么断裂破裂的组织 还有和没有破裂连接的组织部分之间 这叫窗底 所以从表面上看 可能窗圆 窗口 窗腔 窗角 那么从断面来看 也可以看到窗腔 窗壁 窗底 窗这么六部分结构 无论任何种类 对形态的 或者任何自然物体形态的窗 都是有这么六部分结构 只不过有些特殊情况下 这些六部分结构呢 有的突出了 有的就没有了 比如说枪弹窗 就是一个圆弹口 对吧 就是一个圆弹口 那么它的这种窗 有什么特点呢 有窗角没有啊 有的枪弹窗 当成爆裂的窗口 有的有窗角 但多数是没有 有没有窗底呀 贯通了 对吧 没有窗底了 窗壁有没有啊 窗壁有 窗前有没有啊 窗前有 下面具体讲各种类型 形成的窗的时候呢 它的形态又不一样 咱们这讲 总之窗有这么六部分结构 窗圆 窗角窗口 窗墙 窗壁 窗底 要牢记这么六部分结构 那这最基本的 那么窗的种类 窗可以哪些形成哪些窗啊 首先是 盾气 锐气火气都会形成窗 盾气形成的窗 有不同的名称 锐气形成的窗 不同种类的锐气 形成不同种类名称 不同名称的窗 那么具体来讲呢 我们讲窗分锐气窗 盾气窗 盾气窗呢 首先是储裂窗和湿裂窗 储裂窗呢 是指通过撞击杂牙 湿裂组织形成的窗 湿裂窗呢 是指切腊皮肤形成的皮肤 与皮肤组织撕裂开形成的 叫撕裂窗 所以储裂窗呢 有储亚的动作过程 撕裂呢 是切拉的过程形成的窗 所以储裂窗呢 一定有窗伤 窗圆周围有窗伤 撕裂窗呢 窗圆周围没有窗伤 这是它的区别 那么储裂窗 由于不是锐气 是盾气造成的 撕裂造成的 那么组织 它的韧性不同 有的组织 没有完全离断 血管神经和肌肉等等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叫它组织坚强 组织坚强 这是一个 盾气创的一个特点 锐气创由于 人口比较齐 它就没有这个组织坚强 这是它盾气创 和锐气创的区别 那么盾气创 储裂窗身体的 各个部位都可以有 头面部 胸腹部 四肢都可以有 但以头面部为多 这个具体形态 我就不讲了 储裂窗 盾气创 它的分布数目 严重程度 以及有无抵抗损伤 可以判定是 自杀他杀 意外事物的一个 依据 第二个是判定 暴力作用方向 或者承伤方式的 一个依据 第三个 储裂窗的形态 大小型态 可以推进 自伤物身体 接触面的形状 推断自伤物体 窗口中间 发现泥杀 或者异物等成分 进行比对 一个是现场 尸体是不是移动 另外自伤物体 在什么环境 大家受到这损伤 还有一类损伤 顿级先生的创 我们叫它捅创 后边还要讲 什么叫捅创 只有尖端 没有认口的 比如说 鲁鲁鲁子 或者钉子这类的损伤 叫捅创 既没有尖端 也没有认口 比如说竹棍 捅入人体内了 捅创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只有 只有这个窗口 没有这个窗角 这样这类的损伤 窗向比较长 锐气创 比较好理解了 锐气嘛 就是有认口 有这个锋利的间断 或者认缘的 智商问题 形成的损伤 那么具体来说 它有不同种类 不同的智商方式 比如说有切的动作 切的动作就是 按照平行方向 滑动 有坎 就是按照一定角度 或者水凸方向 还有一定清闲角度 挥动 任气造成损伤 还有一种就刺 按照长轴方向 进入体内 这叫刺创 刺创 还有一种剪刀 剪刀呢 形成这些损伤 也可以刺 也可以夹剪 也可以剪断 这后边还要讲 第三个就是火气损伤 就是有火气造成的 火气就包括火药发射 包括枪弹 包括爆炸等等 后面专门还要讲 其他类型的损伤 我们就刚才讲了 锁上基本形态呢 就是这么 擦伤 锁上 创 还有三种类型 一个呢 就是骨关节损伤 骨关节损伤 比较好理解 骨骼的损伤 往往都表现出是骨折 骨折的 什么叫骨折 骨子的连续性 完整性破坏了 就叫骨折 那么骨折 受外力作用大小不同 或者作用骨骼的 部位不同 它也不同特点 骨骼呢 有板状骨 有肠管状骨 那么我常见的板状骨呢 就是指颅骨 还有肩胶骨等等 肠管状骨呢 包括这个 这个四肢肠骨 那么骨折 这个 我们对法医学常见的 这些骨折类型 有线状骨折 就单纯一个骨折线 有凹陷线骨折 这指板状骨折 还有孔状骨折 主要是言之板状骨折 骨折局部缺失 成孔状 还有那粉碎型骨折 还有部分骨折比较特殊 叫骨折坎衡 只有一个骨印 局部外力作用 好多骨折是整体外力作用 变形 关节损伤 关节主要是有脱位 和关节的这个 关节囊的损伤 脱脊和脱位等等 第五个基本形态就是内脏器官的破裂 内脏器官破裂 内脏器官 什么器官叫内脏器官 内脏器官 包括胸腔的内脏器官 腹腔内脏器官 还有盆腔 所以说这个我们经常说的概念 什么叫内脏 脑算不算内脏 脑损伤算不算内脏器官破裂 脑不算内脏 胸腔腔那只叫内脏 胸腔内脏 说内脏器官包括啥 胸腔就废个心脏 肿格 肿格有胸腺等等 心脏心膀 腹腔肝脏脾胃肾 胃肠管各段 盆腔腔 女性的子宫卵巢 胖胖 男性的胖胖 写着腺的盆底的 所以内脏器官破裂 外力作用造成内脏器官破裂 它的后果是什么呀 出血 叫内脏血 那么内脏器官破裂 还有的是叫磁法性破裂 什么磁法破裂 比如说肝皮破裂 它首先是外力作用 背门下的破裂 那背门出血如愿增多 背门的脏力如愿增大 过一段时间以后 背门耐受不了这个血液的脏力了 最后出血了 把腹腔大失血 还有的是胸腔的 胸臂的出血 也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出血 一定到一定程度 突破到这座胸腔了 造成大的失血 所以这个要记住 有磁法性的概念 最后一个损伤基本形态 就是肢体断离 肢体断离是巨大暴力 造成的一种 四肢 躯干 完全离断的一种损伤 常见的交通造势爆炸 高坠等等 这些比较大的 巨大的外力灾害性事故 这样的选择 那么肢体断离就要进行个人识别 来判定哪些肢体 有些找不全了 找不全了 那么这个肢体断离还要和 什么区别啊 和碎尸案件也区别 碎尸案件是什么情况呢 人为的在死后 把各个关节或者是离断 往往都是具有一些医学常识 手术科的 法医的 或者是外科的 或者是什么的 专门是屠服杀猪的 卖肉的等等 谢的关节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 法医杀人的 一看就是法医专业 这是这个 那么最后要讲一下 损伤的检查 那么出现损伤以后 我怎么检查 怎么检查 尸体上出现的损伤 有的是在现场检查 有的是遇到解剖室以后 详细尸体解剖室的检查 那么尸体检查尸体的 损伤的原则 这么几个人大家也要注意 一个要仔细观察 损伤的形态证证 准确地用文字描述 这个文字描述 大家尽量用医学术语 或者中性词 不要带有轻线性的词 也不要带有 正式大白话通俗的词 用医学术语 或者是 也要描述 第二个多数损伤的 要足以编号 进行登记 拍照 记录 形态分别描述 我们私底解剖 公安机关的私底解剖记录 都有一个图 身体各个部位的图 在哪些部位损伤 直接标注 什么形状还是画上 第三个方子认为破坏 原始形态损伤 原来有损伤 在私底搬运过程当中 你别人为给破坏了 这是需要注意的 私底解剖 检查私底的损伤的要求 一个是要用解剖学标志 来描述 在什么部位 在什么部位描述 那么第二个呢 只要用 术语来描述 还要绘图拍照 第三个呢 医照上留下的痕迹 要与私底下损伤相 相互认证 我说说 医照的检查 在法医学检验当中 也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交通损伤 刺创等等 它医照的损伤 和身体的损伤要对应 第四个 对于开放损伤 寻找床内的衣物 作为自杀物 同意认定的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当然还差去他物证了 一些指纹了等等 私底损伤检查的 基本步骤 在私底线包检查 要进行这个 体表的医照外的检查 脱完衣服以后 还要进行 尸体的详细检查 进到解剖室以后呢 还要进行拍照 把血液擦出干净以后 来进行 以后要检查 办到解剖室以后 检查 当然详细检查了 这个图片就是由于 对损伤这个形成的 窗口多开的状态 看到这种状态 闭合以后 看看它的这个 这个窗口啊 窗圆窗角的一些情况 然后一个窗角盾 往往是 那么这个 你可以把它闭合上 人为给它闭合以后 来观察它这个窗圆 窗角的情况 实际检查应该呢 一定顺序进行 由致命伤到非致命伤 先做外边检查 然后呢 就做局部取材 不定 这是这么个数据 既然损伤法律鉴定 要解决哪些问题 一要解决损伤类型 形成机制 要解决判定损伤的程度 是致命伤和非致命伤 确定死亡原言 第三个要推断 或者认定自伤问题 第四个要判断 损伤伤 生天伤或死亡伤 那么生天伤 要估计损伤经过的时间 那么第五个呢 推断自伤方式 或者死亡方式 是自杀形成的 它来造成的 还是灾害意外的 第六个呢 判断致命伤后的行为能力 有的损伤以后呢 有一定行为能力 这样的话就不是第一现场 注意判别 第六个 第七个最主要的 就是损伤以后 伴随着疾病存在 究竟死亡是由于损伤 致死的呢 还有损伤引起疾病 发作死亡的呢 还有损伤引起的一些 病发症造的死亡的呢 还有损伤这个诱人 最后疾病 是主要的 是死亡原因 或者是在解剖过程当中 又发现伴随着疾病 这病并不构成死亡原因 所以这个是法医学检验的 很重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么下面 有关这样进行损伤概论呢 有那么几个社交题 一个损伤定义和承伤机制 一个差伤的形态和法学意义 挫伤的法学意义 影响挫伤形态的一些因素 从初学的部位 形态和承伤机制 思考P内数学和P数学的鉴别 对这个创的基本概念 和处理创的基本特点 就这么几个社交题 这次课呀 我们就讲到 写字幕内蒙 已经有学会16区的建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